大家也看到房市 由于明年土地公告限值调涨 那么再加上现在年底 适逢交屋旺季 购屋族纷纷赶达最后一班车 让房市的交易 不为政府管制是越打越热 房贷余额已经连9个月上涨了 再创历史新高 即使央行寄出专案精简来打炒房 并且速度呼吁银行办理豪宅 跟工业区土地抵押借款的时候 应该要彻查贷款资金流向 对房市景气却没有太明显的冲击 房市买气仍然强强棍